HELLO 大家好,我們是POTATO MAMA,我是小樹麥 小小,今天是不是依然都是手殘體裂? 沒錯,我們有很多的手殘菜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想做一些特別的東西嗎? 我想做大龍鳳 手殘夠十個才大龍鳳,沒那麼多課出 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我們會煮的清蒸黃花魚初階斑 為什麼是初階? 因為初階沒那麼複雜,而且沒那麼危險 好,在影片開始之前,大家記得按下面訂閱 CLS,追蹤我們的Instagram,Facebook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就不要忘記了我們的更新 我們現在看看份量 今天的食材有黃花魚、薑、蔥絲 醃料有燒酒、胡椒粉 調味料有生抽、油、糖、水 如果準確的份量,在下面的info bar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去煮粥吧 我們現在先去煮粥的魚 買了回來的魚,就要洗乾淨 這樣就要洗一下它的口 尤其是這些黑色的東西,全部都不要的 這些黑色的東西都不要 而且中間有些血水都不要的 要不然蒸出來會很腥的 然後抹開它的嘴唇 我們要洗一下嘴裡 這裡你看到了,很多血水 我們全部都不要的 這些黑色的東西都是,全部都不要的 記得就是抹開嘴唇 看到嗎?抹開嘴唇 洗一下你的塞裡 再細小一點 兩條黃沙腰就大概一斤左右 好了,我們洗完兩條魚 我們就放上碟 用一些燒酒、胡椒粉醃什麼醃 啤酒的腥味 先用半茶匙的燒酒 兩條都半茶匙 胡椒粉 搓勻它 抹開它 對,幫它做按摩 小心刺,魚有點刺 大家要小心 先醃了一些腥味 醃它15分鐘左右 或者10分鐘都可以的 好,我們放在一邊 我們現在就準備一些薑 我們就把薑洗一下 好 好 然後就切薑片 先切薑片 大約五塊 我們就切薑絲 薑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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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記得切東西 小心點 記得怎樣切東西嗎? 手指 忘記看第一條片 OK 那就是 南美的位置 小心點 好 我們先放在那邊 然後我們預備了蔥 我們預備了一條蔥 我們預備了一條蔥 洗乾淨去 那我們的頭是不要的 那頭因為太大夠了 我們通常都會拍一拍 哎呀 就是打斜去 對,打斜去這樣試 現在我們就預備了味料 那我們的味料呢 就會用到 生抽 生抽 就用到 一湯匙 然後 油 油 又是用到 一湯匙 好 接著我們要加糖 我們會加到 四分一湯匙 那就 再加 還要加水 哈哈 水 我們要加三湯匙 攪拌一下 然後攪拌一下 預備一下醬汁 什麼時候加 等一下蒸好魚就可以加 魚醃好了 我們就要洗一洗 好了 我們洗好魚 我們就放上碟 放上蔥絲 薑來的 對呀 薑絲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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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放上去 我們是real的 我們不drama的 對 水滾 那我們就 放個架下去 就放些魚下去 大火蒸它 八分鐘 現在蒸好了 我們的魚 我們就 Let's burn theanhae 然後關火 快點 哇 小燒 很漂亮 我們就拿起 魚先 倒了水 現在就要煮醬汁 那我們就先用火 先放上葱 煮沸沸 因為剛才有水 加上山水 煮沸沸醬汁 就可以把醬汁淋上魚 看見到氣勢煙 煮沸沸 淋上去 就完成了 完成了 大功告成 開心 我告訴大家 這個絕對是初階版 因為我看見高階版 會有砲中的特效 也挺有誤誤 不過那個是好吃很多的 雖然這個也是很好吃 但是那個會更加好 不是好吃很多 是香口很多 你煮什麼都這麼好吃的 人又漂亮又好吃 所以今天我們先看這個 稍後再和你們煮個難點 提到一次 你們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Follow我們Instagram、Facebook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 大家要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